每日做物题,英语没问题 注意这个句子是一个疑问句 首先排除some,some用于肯定句当中 接着看paper,paper只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把many排除掉,many后面只能跟可数名词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c,any用于否定句或疑问句当中 I have to tell you,我有一些事情告诉你看A选项 anything,任何事情,b,something,一些事情,c,everything,一切事情 那么根据句音呢,只能选择b,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我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 至于这题,B动词是is,那么前面肯定跟的是单数形式 看A选项,either表示任何一个,任何一个是单数 所以选择a 那么b和c,both和all都表示复数 both是两者都 那么all指的是三者以上都 第四题,please give,请给他一杯茶 give是一个动词 动词后面用宾格,abc三个选项中 只有him是宾格选择a 第四题,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在回答的时候不可以用这个,那个,或者是这些,那些来回答 只能用人称代词来回答 那么这题选择b,their apples 你学会了吗?学会了点赞加关注哦 就跟着一对摩